的消息是法務部剛剛舉行的記者會宣布核准 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一個月 而且電子公文已經發出 陳前總統在今天下午就可以出監 但是等到病況穩定之後 還是要回到監獄服刑 而且在外期間也不得列入刑期 那有關於大家關心的陳水扁 前總統保外醫治的問題 小證署在今天11點多已經核准 醫療小組建議三件 第一 陳前總統需要進一步增加 跟家人的互動 頻率跟支持強度 所以要離開目前居住的環境 才能夠有效改善他目前的狀況 而且他身心已具有嚴重障礙 目前無法治理日常的生活 需要前日由看護協助照顧 所以認為在監獄內接受治療 無法達到療效 第二 根據過去的治療史 那他的病況嚴重程度 認為以在外在監外治療 才能有效保障他的生命健康 避免他的多重退化 並且控制不好 而有隨時致死的危險 所以建立小組建議 以保外就醫為宜 但是一件事就好 阿倫 你報告 你信邀 你不可